一絲一絲 我看到你分享的雙眼筆案例都蠻漂亮的 可是裡面有一些是用 縫的 有一些是用 割的 那我可以請問我是哪一種的 打造美麗毫不猶豫 大家好 歡迎回到毫醫生整形世界 我是黃玉豪毫醫師 那不知道大家最近過得好嗎 希望呢我們在這一集播出的時候 全台灣都可以解封了呢 整形期待 那經過了前兩集的這個整形 快篩二選一企劃之後 不曉得對於家中的你 或者是有一些整形問題的朋友 有沒有一些幫助呢 那我們今天又要來進行下一集的 快篩二選一 那今天呢我們選擇的題目呢 也是我在臉書上啊 還有部落格文章中 最常被網友們問到的問題 就是一絲一絲 我看到你分享的雙眼皮案例 都蠻漂亮的 可是裡面有一些是用 縫的 有一些是用割的 那我可以請問我是哪一種 今天呢 我們的整形快篩的題目就是 究竟我該選擇 紅雙眼皮呢 還是割雙眼皮呢 講到這裡啊 毫醫師又要簡單的 跟大家說念一下 到底雙眼皮是怎麼形成的呢 說到雙眼皮呢 它本身呢 是剛好在這個 上眼皮的部分 有一道皮膚 自然形成的沾黏 這個沾黏 這個沾黏恰好 沾在這個 所以在張開眼睛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 張眼運動把這個眼皮往下拉 因而呢 就自然形成了我們的 雙眼皮 然而啊 如果這個自然形成的沾黏 老天爺沒有給你的話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我們整形外科醫師的價值所在啦 所以這道沾黏的故事呢 就交給我們來吧 OK 那在實際上要進行快篩之前 其實各位朋友 想要有雙眼皮膚 需要先自己想清楚 很重要的問題 那我是喜歡像這個 國民老婆心圓結衣一樣呢 這個 很像自然的東方人的內霜呢 還是喜歡像這個 神力女超人一樣 這種西方 這種大外霜呢 或者是我平常呢 有在畫眼影 或者是中介融的習慣嗎 另外呢 就是我早上起來 我的睡醒的時候 眼睛容易水腫嗎 或者是眼睛眉毛的下方 總是看起來很拋嗎 最後呢 還有就是這個 我的眼頭部分 有沒有像花木蘭一樣的紅骨折 還有或者是像 加菲貓一樣 常常眼睛睜不開 被人常常說 我睡不飽的一個狀況嗎 那這幾個很多的問題呢 其實都會影響到 我們快篩後續的結果 還有建議的治療 大家是否準備好要開始快篩的呢 那在這個時候呢 請大家就準備好一個 平常在用的雙眼皮貼 如果你是平常 就有在貼雙眼皮貼的人 那就太好了 如果貼出來的形狀 就是你喜歡的雙眼皮的形狀 那基本上 你的雙眼皮快篩的結果就是 恭喜你 你用縫的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平常 沒有在貼雙眼皮貼習慣的人 你可以試著拿一顆 這個細的牙籤 好 那推一推眼皮 如果說推得出你喜歡的形狀 那這個部分呢 也是比較接近又縫的 就可以達到你的想法 那反之呢 如果你的雙眼皮貼呢 常常貼不住 或者是你用牙籤推一推 根本也推不動 因為皮膚實在是太重 還是說呢 你貼雙眼皮貼的時候 貼起來覺得 眼睛很不碎 那這個時候 其實你可能還是比較需要 利用割式的雙眼皮 還有啊 請你這時就要找合適的 整形外科醫師 跟你討論割雙眼皮的同時啊 是不是需要幫你做一些 去眼頭開眼頭的一個部分 或者是割掉這個眼皮部分的脂肪 甚至是要做一個 這個體檢劑的手術 那這時候才可以達到一個 更完整美觀的雙眼皮手術喔 那不知道呢 今天的整形快篩二選一系列 大家自己在家裡快篩 適合用縫的 還是用割的雙眼皮的說明 是否還清楚呢 如果你快篩完呢 覺得自己適合用縫的 請你在留言裡面 幫我們回覆 1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 比較適合用割的 請你在留言裡面 幫我們回覆 2 那今天就是我們的雙眼皮 快篩二選一啦 希望呢 能給一直以來 有縫的 還是割的 困擾的朋友 一些幫助 那今天呢 我們這一集的主題 簡單的就進行到這邊 如果呢 還有什麼任何 想要問的快篩的問題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會再製作相關的影片 來跟大家解釋喔 也記得要幫我們的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